在阿富汗妇女面临挑战和限制,日益增加的情况下,一群女艺术家聚集在阿富汗西北部历史名城赫拉特,他们通过绘画展示自己对社会的看法和对生活的感悟。 这是一个小团队,几名团体成员聚集在赫拉特市的一个绘画工作室的桌子旁,他们正在画一幅女孩子肖像画,在画中描绘了她们的美丽和成就,以及她们目前所面临的限制。 阿富汗目前不允许妇女外出工作,女孩子上学到六年级以后就不能读书了,姑娘试图在画作中表达出阿富汗妇女的声音和不满,她的艺术作品反映了她对强制带头巾,禁止女孩接受教育以及妇女参加工作面临限制的抗议。 她认为没有人能剥夺妇女,接受教育和获得艺术技能的权利。 当地妇女希望能够继续读书和外出工作,她们的要求应该得到尊重。 所以这个小团队决心用自己的艺术品描绘她们过去的成就和现在的新生。 过去二十年来,阿富汗女孩和妇女在各行各业都取得了重大进展。 阿富汗有多达一千五百万个妇女,几乎占人口的一半。 如果充分解放妇女劳动力,当地的经济会得到快速发展。 阿富汗目前的社会需要妇女参与工作,如果没有她们在各个领域的贡献,当地想要恢复以前的盛况很难,成千上万, 受过教育和有经验的妇女待在家里,会造成优质劳动力的浪费。 姑娘认为,如果没有妇女的贡献和积极参与,就不可能度过目前的动荡,阿富汗也很难得到进步和繁荣。 通过这些所画的艺术作品,她们希望鼓励阿富汗妇女继续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奋斗。 目前阿富汗成年人口十字率仅为43%,对当地人来说,绘画比文字更有效。 绘画是信息以最佳方式传达给受众的手段之一。 过去,阿富汗女性常常通过绘画来展示她们的成就, 因为绘画能够最大效果与和平地传达出她们想要表达的信息,并引起对方的注意。 展览的目的不是为了欣赏画作,而是激励阿富汗女性积极争取她们受教育和参加工作的社会权益。